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十月九日起 每晚十九点三十分 这将为是中国兰芝场 十九大心理篇 国民大生活 与您一起人情生活 将心主浪 敌长老公 我给过你三条底线 一 外地人不找 二 没有稳定工作不找 三 父母离婚的不找 他占了两条 什么 三条则序标准中 居然有两条未达标 那这对小情侣还能愉快地在一起吗 它们又是怎么陷入窘境的呢 在节目一开始 先由小编带你看一下 这个故事的开头 正开慈慈演绎的是一位 向往慢生活的北京小爷 王淑旺 袁珊珊则是一位 怀穿青海边剧梦想的 上海小妞 陆露 两人在一次太窘中意外相遇 王淑旺与陆露 共同抱了一个泰国冥想班 却不料杀出了一路不明身份人 欲将陆露掳走 英雄救美戏马上瘾了 咱有理说理啊 于是 两人被掳到了一个海滨酒店 原来因为陆露抵达泰国时 在机场和当地知名商会会长 鲍哥的手下阿峰拿错了行李箱 才有了这次危机 后来鲍哥也拿回了母亲的骨灰盒 自然也就放了他们 陆露和王淑旺两人在经历了太窘之后 并认定彼此是命中注定 在泰国置办起了freestyle的婚礼 他们俩干脆在这儿举办一个泰式婚礼 于是 两人开启了他们的心双城生活 不料却波折不断 姐姐好 拜见丈母娘无功而返 遭遇闺蜜背叛 饱受情敌挑战 爱小编心疼你一秒 那么他们将如何守护自己的爱与理想 王淑旺会放弃吗 蒋妙音与女儿死磕到底吗 闺蜜的计划中就没有破绽吗 这些谜团小编就不剧透了 等待你10月9日起 美丸锁定中国蓝剧场 自己找到答案 在剧里啊 就是一个上海小名 爱上了一个北京小爷 那么这种南北的差异的戏剧冲突 是不是在剧中会呈现会比较多一些 我爱吃串 街边撸串 然后她是喜欢吃西餐 西餐喝红酒 喝红酒 我告诉你 咱尝尝这个 羊腰子特别香 趁热吃 你 太腻了 你这太重口味了 来 要不然咱还是换个地儿吧 为什么 这地方太难受了 话都不敢大声说 这是我生活的尝试 你要慢慢适应 那我太难适应了 要不然咱还是撸串去吧 女人吃饭 吃的是气氛 晓得吧 我这个角色 上海女孩大胆追爱 还去吃了炉煮 喝了豆汁 那场戏对我来说是一个折磨 每拍一个镜头 我都要出去想要刷一个牙 所以我北京小爷应该很爱喝吧 日常分开 对 还很爱喝 我今天专门空运了一杯 我的天哪 我眼泪都要出来了 这个味道 外地人真的有时候接受不了 我们的小猎豹郑凯 在奔跑的中风风火火 但在情感的路上 却跑得是跌跌撞撞 我和NJVD坐在同一条船上 可是岸上的乘客在喊光笑名 话说从哪里跌倒 就从哪里爬起来 要是不行 我换个地方再起来 听说你饿了 我不要 好怕胖 露露 你愿意嫁给我吗 其实王富旺这个角色在剧里面 还是非常吃香的 就是一下子就是七天定情的露露 还有一个从这不舍的 露露的一个闺蜜马思思 那你对这两个人有 就是是怎么样的一种感情 她就是戏里就是 一个劲的就是喜欢露露 就是觉得她好 然后呢这个马思思呢 也很很难对王十望 一直是很钟情 然后呢想尽了各种办法 想要接近她 然后造成她和露露之间的误会 你就这么对待一个 全心全意爱你的人吗 难道连一点恻隐之心都没有吗 连一丝丝的同情和安慰都没有吗 我不知道你为何这样 谢谢 就是我命中注定的那个男人 谢谢你的态局啊 不过爱情是双方的 强扭的瓜不甜 就算不甜 能扭下来也是我的本事 露露 我真的很累 我已经记不清楚了 这是你第几次跟我提分手的 我现在收回 可是我不想在这件事情里面 再纠缠下去了 你知道吗 那么在剧中我们看到 露露被马思思这个心机闺蜜 那个重伤嘛 那你就是对 如果身边最亲密的人伤害你 你是怎么看的 如果是像马思思这种 我应该不会原谅吧 我们还是大学时代无忧无虑的同学吗 我们还是一起说好了奋斗的好闺蜜吗 你为什么连我的男朋友都要抢 为什么呀 在那个剧中啊 摇摆在两个那个男生中间 一个是王书旺 一个是淳于秋嘛 那么这两个男人 其实你对他们的感情是怎么样的 对王书旺应该算是一见钟情 见面就决定要私定终身这样 但是因为两个家庭的差异太大 所以结婚嘛 并不是两个人的事情 是两个家庭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爱情胜过一切 所以两个人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 我们两个感情就好比这杯水 我和王书旺为了把这杯水填满 一直在努力 所以我希望你们能看到这杯里的水 而不是空气 那么中间可能会有一些小插曲 就是遇到了淳于秋 淳于秋是妈妈喜欢的偶像 所以呢就是在我们家庭上面 爸爸妈妈都非常支持 我跟淳于秋在一起 我知道你在这里邂逅了一段爱情 但是你还没有结果 不过没有关系 人生就是这样子 没有经历过错的 又怎么会知道对的是什么呢 天哪没有 别闹了 但是我觉得露露她分得很清楚 就是小花痴喜欢男明星 和她就是在生活中 一直要去追求的爱情 是两回事情 所以我觉得她在两个男人中 并没有过摇摆 那我们想问一下山山 她现实生活当中 你喜欢怎么样类型的男生呢 比较喜欢专注和认真的 那我们正在那个复考 大家一道提到 比如说是那个正海的名号 山山那个上海话 那首先系里我的名字 王思王 请你给我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 又来了爱谁谁 你好我叫王书旺 王书旺 有那么好笑吗 你知道你的名字 用上海话怎么说吗 怎么说呀 王思王 王思王 什么意思 爱谁谁 好 这个算你答对了 那下一个 不知道 答不上来 就是鞋子 就是没坏 鞋子没坏 鞋子没坏 鞋带先坏吗 阿兹西娃阿兰西娃 阿兹莫阿兰西娃 阿兹莫阿兰西娃 yes 鞋子那个回应一下 你第一次见正海的一个成型 你觉得他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人 因为以前有看过他的戏 采访还有整秀 我当时就觉得 他应该是那种挺好玩的 然后很幽默 然后很爷们的那种男生 好 我要告诉你 谁是好男里面最强的男人 来吧 对 鞋子 鞋子 好痛 来 好痛 也是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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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宝宝宝红奶奶 太难了 然后跟他合作之后 我觉得他还真的是这样的 但是有一点就是我才发现 他其实特别会照顾人 因为我以前也经常到上海来拍戏 但是这一次来上海拍戏 我吃遍了上海小吃 所以我在这个戏就越吃越胖 跟他合作会觉得他很照顾你 会觉得很幸福吧 第一次知道女主角是珊珊的时候 我的感觉是 这个组可能会很健康 每个人都在练马甲线 因为马甲线女王嘛 在把还打拳 我来进了组之后 我发现一个时序 他的马甲线是天生的 可以吗 他在我们这个戏拍戏的时候 他练得比我轻 好男的雅琳哥 邓超和郑凯这两人疯狂的 在朋友圈绣健身 什么郑凯一次拍二十个雅 等到这个直直这个剑里瞎听之后 你对他用一些怎么样的一个改观呢 我第一次见他是因为制片方说约着男女演员 大家一起吃个饭交流一下 然后我记得那一顿饭他几乎没有说话 他们整个戏下来之后才知道原来他话这么多 他还挺喜欢跟人交流开玩笑说话聊天的这样 都说情人眼里出西施 鹿鹿眼中又会有个怎样的王书旺 我们的爱情就像旋转木马 明明离得很近 却无法前进一步 就算一直在追逐 也只能看到对方的背影 一直在追的那个人是我吧 其实只要你回头 你就会发现 我一直在你身后 从来没有离开我 难道只有铁铁 不 据我不完全剧透来讲 在鹿鹿眼中至少还有一个 永不延弃的奋斗青年王书旺 我要寻找我的爱情 曾经我向往的生活就是 和我心爱的人在深山老林里盖一座木屋 然后过着劈柴为马浪迹天涯的日子 但后来真的当我遇到了一生所爱之后 我发现爱一个人不是要给他影响我的生活 而是要努力实现他的愿望 这座小店就是我新的开始 也意味着我将为我爱的那个人付出 生活不是只有诗和远方 还有彷徨 无尽的彷徨 这又能怎样 我们依然可以把生活 过成我们想要的样子 因为有梦想 生活就是要往前看 往后看 那是过去 往前看 才是日子 在那个拍戏过程当中 那个珊珊有没有让你崩溃 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个花续领承 她咬了你一口 好像一到血口就都咬出来了 有些时候我们演戏需要一些真实的刺激 我觉得 如果说什么都假不假设的话 那可能这个演员也没法感受到 那个疼痛的感觉 看了这么多跌宕起伏的剧情 是不是很过瘾 不过 让你们知道的更多 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波高能花剧 马上来袭 最怕的就是 开始 开始 别动 什么眼 不动看看眼 清晰晰 国民大生活 是金牌编剧 王丽萍的最新利索 大家可以从正开 语言杉杉的小日子 体悟大生活的真意 感知当下年轻人 为梦想 为爱打拼的热力 我的路里也是一片真心 希望您能够成功 感恩这个时代 感谢生活中 每一个奋力奔跑的你 10月9日起 每晚19点30分 浙江卫视中国男剧场 人创现实题材 情感大剧 看国民大生活 燃情生活 匠心主梦 从未想过这样 对妙力抵抗 轻易在我世界 留一个地方 想念无处可藏 又回到身旁 注定都逃不开 你的目光 不想在独自望着冷月光 冷得像寂寞星床 不是万象迷惘 不想在独自面对求失望 不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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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来人往 在你心上 不再流浪 最温柔的地方 人来人往 在你心上 不再流浪 不温柔的地方 决定为爱投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